中美联合起来太过强大 于是开始拉拢越南 冷落中国 而越南在这两者之中 果断选择了前苏联 所以排华反华的势力越来越强 当时美国有个战地记者叫做亨利 他对大家称作越南童 他用20年的时间描述了这段历史 1999年他的越战前后目击记出版 从他这本书当中 我们也可以看出 从侧面大家对这件事情有了回应 中国对越自卫战争必须大 在对越南战争之前 中国对整个国家实行了将近三十年的无私帮助 亨利曾经把这件事情对越南人进行采访 但是在越南人的心目当中 这无私的帮助竟然成为了阴谋 亨利评价道 虽然在毛主席时代 中国曾经花三十年想把越南变成自己的朋友 但是在越南人的骨子里始终认为中国是一个阴谋制造者 我们给予的帮助 全都是因为规予他们的土地 而与中国相比 他们则认为苏联老大哥是十分好处的选择 这场战争越来越严重 越南人也特别的过分 甚至在1978年 越南开始驱逐中国的华侨 在这本书写道 身处在越南的中国人 被没收全部财产 击无所有的赶回国来 另外在驱逐华侨的过程当中 他们还要中国人交钱 无法支付这笔费用的人 就会被处死 而能交得起钱的人 也只能乘坐破船回家 有不少的人都葬身在大海上 或者是在船里边饿死 亨利曾举了一个例子 在越南生活的一个渔民 出海的时候 家中的妻子被强解 孩子被殴打 然而 当他想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时候 反而全家被逮捕 像这种悲惨的事情 根本无法一一列举 1979年 中国总算开始反抗 但是残忍的事情 实际上还在继续 书中曾经记述这一个越南人的回忆 他们甚至把中国人的皮扒下来钉在了墙上 这是多么令人发指的行为 从美国记者亨利的这本书当中 我们可以想象到越南对中国华侨当时的迫害 怪不得 大家把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称为是正义的 这段历史值得被铭记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